小叔子,眼里有光的快乐女孩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一位年轻女性被网友亲切称为眼睛里有光的女孩,小叔子 她甜美可爱的外表与充满活力的吉他弹唱,让人仿佛感受到青春的气息 她那灿烂的笑容治愈了无数网友,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与赞赏,成为青春的象征 小叔子,26岁,来自广西 尽管年纪逐渐增长,她依然保持着18岁的心态 她的自信与纯真使她在众多音乐创作者中脱颖而出 即便是悲伤的情歌,在她的演绎下,也能散发出独特的欢乐气息 自2021年首次在抖音发布作品以来,小叔子已积累了266万粉丝 并收获了超1030万的点赞 主要经历 小叔子的音乐之旅,始于2021年3月 当她在抖音发布首个短视频,已陪着我的时候 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时,便收获了2.7万的点赞 此后,她不断分享吉他弹唱作品,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到2024年9月,她的粉丝数量突破了100万 标志着她的努力与才华,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2024年10月,小叔子在抖音发布了214个作品 拥有267.6万粉丝,并获得1032.4万点赞 有夜光,她会把人生路照亮 黑力到相聚的地方 不要彷徨,不要沮丧 月亮水浪,还有朝阳 代表翻唱作品 第一 翻唱作品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是与女歌手陶玉玉2009年1月3日全亚洲发行的首章 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主打歌 小叔子的翻唱版本深刻表达了对孤独的理解 歌词中的情感如涓涓细流 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 这首歌不仅传递了内心的估计 也唤起了许多人对过往情感的共鸣 成为一段经典旋律的再现 点赞量88.4万 第二 翻唱作品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是一首由十一作词攀成作曲 小明编曲Google演唱的歌曲 由山海工作室于2024年5月31日发行 小叔子的翻唱版本将这首治愈戏歌曲的精髓 演绎的淋漓尽致 传递出满满的希望与积极的心态 他的声音如春风般温暖 抚慰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 让人倍感安心与力量 点赞量253.3万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他会把人生路照亮 陪你倒向值得一趟 第三 翻唱作品《还有我》是任贤奇 轻情演唱的一首经典之作 既是他亲自作词 作曲的心血之作 编曲由格子一指笔 这首歌收录在人嫌齐 于2007年4月26日发行的专辑中 至今仍然触动无数听众的心弦 小叔子的翻唱版歌词 更是唤起了许多人 对往昔岁月的美好回忆 浸透着浓厚的怀旧情感 令人沉醉其中 点赞量 40.7万 就算全世界离开你 还有一个我来陪 怎么想得让你受尽了风吹 就算全世界在相适 第四 翻唱作品之足 出自《五月天》之首 歌词与旋律 由陈信红倾情创作 编曲则由周恒义 与《五月天》共同打造 这首歌收录于《五月天》 于2005年8月26日 由滚石唱片发行的 精选集之足中 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经典 小叔子的翻唱版本 更是深刻引发 人们对生活的反思 传达了笑着哭 最痛的情感深邃 令人心潮澎湃 点赞量 11.9万 人海心动 才发现 笑着哭 最痛 第五 翻唱作品《明天会更好》 是由中国台湾群星合唱的 一首经典歌曲 此曲由罗大佑 张大春 李寿泉 邱富生 许乃胜 张爱佳 张洪志 共同创作 编曲则由罗大佑亲自执笔 这首歌收录于1985年5月26日 发行的同名合集 《明天会更好》中 成为激励人心的永恒旋律 小叔子的翻唱版本 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旋律 仿佛在传递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浸认着满满的少女感 令人感受到希望与梦想的力量 点赞量 17万 今天我都不如意 没关系 还有明天呀 轻轻叫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 是否已让 孤独的长歌不停 小叔子的作品 以及她弹唱和经典歌曲为主 常在温馨的室内 或自然被影价进行拍摄 营造成浓厚的氛围感 她的短发造型 和青春妆容 也为她增添了不少魅力 吸引了更多关注与喜爱 个人经历 在直播中 小叔子分享了 她的创作历程 包括与父亲 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 她曾经历过假装腺疾病 但凭借顽强的意志 与乐观的心态 成功走出阴白 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 粉丝见面会 为了回馈粉丝 小叔子将在2024年10月15日 举行粉丝见面会 届时将与大家分享 她的音乐旅程与生活暂物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小叔子用她的音乐与光芒 告诉我们 如何在生活中 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欢迎大家关注她的作品 一同感受 那份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青春气息 感谢今天出席活动的多元朋友 在这一段直播中 小叔子真诚地分享了过去三年的经历 包括她与假装陷阱的斗争 以及父亲的健康问题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 她的父亲始终是她的精神支柱 小叔子感恩粉丝的关心 并宣布她的身体状况已恢复 传递出积极的能量 一晃我在直播 这个路上也 很不容易 一下就快三年了 我之前都是吃小麦的 我之前不知道我小麦过敏 我之前不知道我小麦过敏 然后这段时间 就是播户外开始 我就那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 我以前特别喜欢游泳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在泳池里 就是喘不上气来 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应该出了些问题 我就去提解 后面就检查出甲状腺有一些问题 后面就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敢相信 我就 后面在我们的粉丝的包包的介绍下 我就去了广州的最好的 那个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然后去那边去确诊 去检查 想进一步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内分泌最好的 然后我就去那里了 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半年 然后这个事 我得知自己 得了那个永远不能痊愈的病 然后知道了 我爸爸也生病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一年是 非常打击的一年 1984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妻子提醒我 秀秀缝纫纫级的踏板 明天我要去林区家再见 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迪卡上衣 通往心里钻 蹲在池塘边上 给了自己两圈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她的青春 留下 留下来的丧门神 几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 像一个影子 就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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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的故事 就是 一辈子 我是YouTube频道 FUN MUSIC 65主播 如果你想让生活 多一点音乐 多一点乐趣 那就赶快按赞 订阅 分享吧 你的一小步 是我频道的一大步 提前感谢你们 Let's go 冲冲冲啊 第二部分 成长与转变 在这一段直播中 小叔子回顾了 从2021年 发布第一条创作视频 到现在的心路历程 他讲述了 从叔叔君 到小叔子的名称变化 分享了这一过程中 所遇到的困难与成长 这不仅是他音乐事业的 转折点 更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时刻 但现在是 我完全不一样 是 这也是我 这是 这是2021年 这是我们刚开始直播的 2021年上半年 刚开始直播 这也是 这是在麦田 就我们跟你们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的 那个麦地 就是在这里 就是麦地 那个时候从 你看从前面的麦子是绿的 到现在麦子就 唱黄了 后面麦子收歌了 默心无情 怀旧风 对 这个是2021年7月份 6、7月份的时候 对 这是我2021年6月份 做的尝试 后面那个房子就 退租了 东西就 听力了那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 那个 唱一首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唱的歌吧 给你们唱一首 我最喜欢唱的歌 那个 原住微蓝天空下涌动着 金色的麦朗 就在那里 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 当微风带着 收获的味道 吹下我脸庞 想起你轻柔的花音 曾打湿我眼光 第三部分 直播精彩瞬间 在分享不要慌太阳下山 还有月光的直播录屏时 小叔子深情演唱 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力量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有月光 他温暖的声音令人动容 让观众感受到 无尽的爱与希望 直播间内 充满了支持与鼓励 粉丝们纷纷表示 被他的音乐深深打动 小叔子的直播 不仅是音乐的分享 更是情感的交流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关注他的成长 和音乐旅程 时尚每个人画起不同 一夜会和美好相逢 张开双地影相逢 那是你的 更好更勇更纵容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还有夜光 他会把人生路照亮 陪你到相聚的地方 不要彷徨 不要沮丧 夜亮睡了 还有朝阳 抬头看天一定会亮 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 不要光 太阳下山有月光 不要着急 暗夜过后 有朝阳 世上每个人画起不同 你也会和美好相逢 张开双地影相逢 要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纵容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还有夜光 他会把人生路照亮 陪你到相聚的地方 不要彷徨 不要沮丧 夜亮睡了 还有朝阳 开头看天一定会亮 爱的人会如颜陪在你身旁 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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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